工作室內手工藝人將玻璃管放在火焰上軟化 然後製作成想要的形狀 這間位於馬哈頓SOHO的霓虹燈作坊 有3500平方英尺 由藝術家魯迪·斯特恩在1972年創建 是紐約碩果僅存的幾間霓虹燈作坊之一 將玻璃管的內壁塗上不同色彩的螢光粉 再填充不同比例的奶氣和壓氣 就能得到心儀的顏色 還可以根據需要製作不同的字母或圖案 手工製作的霓虹燈可以回收利用 壽命最高達80年 但隨著LED燈的普及已經是衰落的產業 不過在這裡可從來不缺生意 還有不少藝術家專門光顧 直到中共病毒疫情襲擊紐約 前疫情 我們已經製造了更多霓虹 疫情爆炸就像是啤酒都燒了 但老闆仍非常樂觀 相信闖過黑暗後 終將見到光明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